故事编得不错啊 可商业不光是有故事就够了 中国人连买二手车都不愿意啊 你怎么让那些 连撞衫都觉得尴尬的中国女性 去租别人穿过的衣服啊 先别急着签议一下 我建议还是再评估评估吧 你这又熬夜又不吃东西吧 我可不想等我们公司上市的时候 我们的创始人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出席 你又去拍照了 这让我们的用户都是女性的 我必须要清楚地了解到 他们到底是怎么差异 今天那个李总啊 差一点就要跟我签异项合同了 也不知道怎么了 莫名其妙跑出来一个人 给我搞砸了 谁啊 我不认识 可能是李总的朋友吧 我最讨厌这样的投资人 自己一点主见都没有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 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那你还做什么老板呢 许耀 时运不济和行差踏错 伴随着大多数普通人的一生 创业呢 也不是光靠努力和天赋 就能成功的 咱们呢 就是差点运气 不过我的运气一下都很好吧 你的运气好吗 你不怕跟着我倒霉啊 怎么 你害怕呀 我怕什么 第一次是挺害怕的 败得多了 败着败着 奇怪了 明天我去见一个天使投资人 他说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 那好啊 你带着围棋啊 不用啊 我自己去就好了 忙你了 徐庸 来来来 过来 你看 我相信呢 早晚有一天 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 走到对面去 是全体员工的那屋鞋 卖给上海监狱 你早收到消息了是不是 所以你才熬夜给上海监狱 做了个方案 什么 你做了给上海监狱的方案 没看出来你还挺有心眼啊 偷偷摸摸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我没后辱 再说了 公司卖了就不需要你们了吗 收购就意味着公司换血啊 对啊 钱总今天一到公司 就把人事和法务 都叫到楼上开会去了 一定是列裁员名单啊 钱总找你 真的是 钱总 我有三个问题 来公司这么久了 不说功劳有多大 起码任劳人员 拿我开刀 是因为我没给张庆开绿灯吗 第一 那不料开绿灯 那叫策略上发生了变化 考验你临时变更的能力 第二 拿你开刀 和昨天的提案没有关系 我的缺点我知道 可为什么要开除他们 他们有什么错 临随将啊 连贯站对公司来说更安全 也方便以后管理啊 能放过他们吗 突然失业对他们来说 太不公平了 总理裁掉一个组啊 落在失业身上 都不公平 但那个得受着 你不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吗 如果撇开那些想法太多 性格强硬之类的 虚头八脑的话 你认为 我是个好员工吗 能力的话你是 不过职场从来不把能力 作为单一的评估标准 像我这样辛苦半辈子 打拼到今天的人 更希望那种 既有能力 又能懂我的员工 那和螺丝钉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你就是螺丝钉 因为屁股却钉脑袋 对 谁呢 嘉安姐 人是给了我两个方案 一个是让自己辞职 一个是被裁员 说是让我选辞职以后 好好找工作 你选什么呀 李经理 怎么了 你怎么不让我选辞职啊 怎么 裁员还有几套方案啊 雨晨 你来办公室 我们讨论一下 就在这里说 所有解约合同 都是同一个模板 你就欺负他们软世子好 你也恐吓他们自动离职 为公司审下这点钱 能落你口袋呀 李人 你们以后去新的公司 要做被调的 我说你们辞职 不是面子上好过点 李子都没有了 要什么面子啊 不是 为什么被裁掉 你们心里没点数吗 公司要是认真查起来 你们谁没有犯过错 我的缺点我知道 可为什么要开除他们 他们有什么错 您随见了 联工团队对公司来说 更安全 也方便以后管理 该付多少赔偿金 请你们老老实实地 付给大家 新公司背调 不要说他们一句不好 这两点做不到 我一定走劳动中裁 反正我失业了 也没事干 有的是时间替他们委屈